去年曾經前往敘利亞的一名俄亥俄州男子被控犯有恐怖主義罪 據說他在敘利亞與恐怖主義分子一起接受訓練 返回美國意圖對一個美軍設施發動襲擊 二年23歲的默克麥特是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居民 星期四美國一個聯邦大培審團對默克麥特提出起訴 美國司法部表示默克麥特從敘利亞返回美國 企圖襲擊德克薩斯州的一個軍事基地 並以處決方式殺死3至4名美國軍人 起訴書說默克麥特在2014年4月前往敘利亞 在當地接受射擊、特集房屋、爆破及逃手搏鬥等方面的訓練 默克麥特在今年2月被逮捕